我們在學會了一個基本的播放方式以後 我們現在來介紹就是 在Arange View裡面的循環播放方式 我們這個時候就要來介紹這邊的狀態了 我們把它縮小一下 你會看到一個很突兀的東西 就是這個地方 有一個左右標記 這個地方跟我們之前的Session View裡面 那個Midi Editor裡面 我們在錄製Clip的時候 或是Audio Clip的時候 也會有這個標記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Loop的循環的標記 等於說左邊是Loop的起點 右邊是Loop的結束點 好 我們來直接看 我們先不要移動它 我們直接看這邊的狀態 第一個刻度就是我們Loop的起始點 它沒有結束點 它的結束點是以長度來說明 其實這樣就會很明顯 我就可以知道說我要極小節 譬如說我在這邊移動的時候 畫素點下去上下就可以移動 調整它的數值 往上 下面這個就會跟著移動 好 17 好 它現在的長度是4小節 那我只要按住往下 把它變成2小節 就會符合我們剛剛拉進來的Clip的長度 有沒有 非常非常明顯 好 這個時候 再來 我要循環播放的時候 因為這個方式 我們沒有辦法循環播放 就是 譬如說我先把速度快快的120 好 點這邊 按Play 它是沒有辦法循環播放 但是我們已經設定好我們的循環的起始位置 跟長度 兩小節 我只要按一下這個開關 這就是所謂的Loop Switch 開啟後 它這邊就會有框線出來了 如果我關掉 有沒有 它只是一個標記而已 開啟 框線就告訴我這個範圍現在會循環播放 有沒有 非常的簡單 那 這個有時候我們再次做音樂的時候 這個功能其實非常好用 你可以一直循環的聽 某一個部分 某一個段落 OK 然後再來呢 你也可以直接在上面這樣移動 有沒有 好 移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會變成黑色的 條狀 黑色的 這個東西 跟 譬如說我在旁邊再點一下 取消 這個東西跟這樣子一樣 就是當我們在 譬如說我們點這個 播放的位置的時候 當然可是如果我點 按下去 滑鼠按下去 不放 然後開始拖移 它就會選取 範圍 這個是一個選取範圍的 就是選取時間範圍的一個 方式 那如果 不要左右的話 就是設定我們的播放的位置 好 等於說我也可以這樣選取範圍 有沒有 好 可是當我 點這邊的時候 其實道理是一樣 我也可以選這一整塊 好 那之後我們就會講到說 如何利用這個方式來做編輯 好 目前就是所謂的一個 基本的播放方式 就是利用 這個地方的起始位置 跟我們的 長度 loop的長度 去設定 然後循環播放的方式 OK 好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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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